美股始終都強了這麼多年 今年其實都講到 不是這一刻才講的 講了很多時候要小心點 或者有可能會落波動的情況 再譬如近期的走勢 很明顯昨晚道指 標展納資等等特別道指 都穿了前一日 前一陣子三萬一千點多那些低了 甚至連三萬關都跌穿了 所以整個下行的通道是在延續的 所以雖然你說 其實現在的估值上說 當我落到這些位置 其實指數上說 已經是過去五至七年的均值留下跌 當然轉得很便宜 未說一兩個標準差這麼低 但是已經是均值留下 其實已經不是說貴的東西 但是問題就是雖然說不是貴 但是氣氛或者流動性收緊的東西 就還未改變 雖然短線來說 美國也是預算有一個可能行的風險 是 要這樣說 會不會也有排跌呢 有些人可能 其實我們偶爾有些觀眾說已經清瘡 還是有很多人手上還拿著很多美股 始終之前這麼強 現在才再減遲 或者清瘡會不會太遲 其實一切都未遲 我想 當然 一來看看手上自己的貨量多不多 即是美股 其實不要說很多觀眾 其實身邊很多朋友都 近期聊天聊天都說 自己手上還很多美股 因為始終真是的 過去這十年八年才這麼強 特別過去這兩三年這麼強 很多都仍在可能今年年頭回來 跌過一層以為是便宜一些 然後再進場了 當然現在就反過來是正在捱 但怎樣說也好 我想看看自己的貨量算不算真的多 即行門員整體是佔自己的Portfolio 確認多不多 這個很關鍵的 如果你不是太多 我覺得都可以等一些反弱出現才去減 而二來我想看看你拿什麼貨 雖然說美股 幾個指數這樣殺 其實就應該全部股都要跌 但是不同公司都有它的基本因素 我想好的那些論跌幅 可能會跌得少一些 甚至可能跌完之後 它是很淡的上去跌 所以我想這一刻都要看自己 選擇什麼類型的股份 即是說真的 如果你說手上還拿著很大型的 譬如好像Apple Microsoft 或者Amazon等等 我覺得這些又不是太過擔心的 但如果你說在美股那邊 你選擇一些比較中型的 甚至乎是本身的盈利能力 都不是太硬正的 那些自然是會害怕的 情況跟香港有一點相似 你看香港其實過去的年多 如果殺得很急的 特別真的不要說很闊地說 可能只是科技股去看 其實是有盈利的跌得特別誇張 有盈利不是說不用跌 但是相對會是好跌 這個其實都是相類似的一個看法 所以我想好看大家 美股手上的人拿著什麼貨 如果你是拿著這一類型 是比較強一些的股份 或者短界定 我覺得就 又沒有需要太過擔心 反而是慢慢中線 中線來講 如果有多錢的 可能再低一些 才慢慢去加多一些 因為剛才提到 就是議論 美股股值其實這些位置是開始便宜了的 只不過就沒有說 是不是真的短期立即見底 但是 如果你說拿著好的股份 或者優質股 我覺得慢慢去考慮它比較好一些 如果你說拿著股份 我們來講 就是 你不可以 我們來講 跟你講 在股份 所說